好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第三场比赛是女双的第二场半决赛 陈信彤 前天一对阵孙颖莎和王曼玉 第一场女双半决赛的胜者是陈梦和刘诗文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陈梦刘诗文会是女双决赛 现在画面当中的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 这一对组合是2019年师拼赛的女双冠军 孙颖莎和王曼玉 在布达佩斯师拼赛的女双决赛上 4比2逆转了日本组合 早田希娜和伊藤美成 也帮助中国队拿下了第五冠包揽了那一届食品赛所有项目的冠军 前天一和陈信桐是左右手的配队 王曼玉和孙颖莎都是右手 从整个画面来看王曼玉的身高是非常高的 接八球直接抢攻 陈信桐的跟板跟得也很快 前天一的进台球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这也是他的特点 两边的速度打得都非常快 质量也很高 这整体还是体现出来了 这四位选手进台的能力是相当强的 肖战指导 他今天担任的是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场外指导 马军锋指导担任的是陈信桐和前天一的场外指导 前天一 正手的这个 反手的这个快丝 球速相当快 其实从刚才的这板球也能够看得出来 前天一对于他反手技术的自信 在自己的正手位 用反手来解决问题 接发球非常有想法 但这球出台了 陈信桐在上一战新墙战的比赛是搭档周宇获得了混双的亚军 在这一战的混合双打的比赛当中陈信桐将继续和周宇搭档出战 在今天晚上我们也将看到这一对组合亮相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 发了一个正手位的小三角 两队组合开局打成了6比6平 比分还是咬住了 这个跟我们前两场比赛看的双打不太一样 因为这四位选手的年龄都比较接近 年龄最大的是陈信桐 97年 都比赛看的 谢谢大家 在这个回合球当中 陈兴桐和钱天一 注意到了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钱天一首先慢拉了一板 这板就慢拉了一板 随后陈兴桐的跟板 反手的反思 如果质量很高 节奏还比较单一的话 就开局来看孙颖沙和王曼玉 适应的比较好 这个都是在中国乒乓球队 对内非常熟悉的队友 钱天一接发球直接抢攻了 随后陈兴桐跟板跟得也很快 还是先把比分领先住 9比8 切发球反手直接上手 比分还是拉不开 现在这个时候就考验这四位选手 打关键分的能力了 其实高质量的比赛比到最后 往往也就是这一两分 前天一连续的两个发球擦网 虽然前面两个球都擦网了 但是钱天一的这个发球的落点 还是没有做出太多的变化 孙颖沙吃发球了 钱天一和陈兴桐的局点10比9 昊颖沙打得也很耐心 台内的小球连续的空短 这球还是把对手给控制住了 质量很高 所以钱天一抢上手 这球抢不了 哇 漂亮 陈兴桐的这番球摁得漂亮 马俊峰知道 也为刚才自己弟子的表现 鼓掌 陈兴桐整个用自己的正手 看这番中路 看得相当好 刘古良主席 李笋指导 也在场边观看这场比赛 孙颖沙和黄曼玉 也都是大心脏的球员 比分再一次追平 黄曼玉的正手 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番中路的质量很高 所以也把陈兴桐和钱天一给打穿了 反超比分 现在是11比12 这番直线球 陈兴桐 意高人胆大 这个直线打的 落点很尖 所以这球也很冒险 但是陈兴桐要到了 这两队组合 第一局的比赛就打得异常的精彩 第一局的比分来到了12平 孙颖沙发球 13比13 13比13 前天一 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赶打 已经有两个这样的关键比分了 一个是陈兴桐的一板直线 这个是钱天一 反手顶的这板直线 这四位选手 抗压能力都挺强的 14比13 直接开长球 这球被孙颖沙给抓到了 这也是在关键分上 一个大胆的变化 孙颖沙还是有经验 他肯定做足了这一手的准备 所以这个长球才会抓得这么狠 尽管王曼玉身高必长 但是这个球的球速比较快 所以这球也很难去看住 这八球直接抢锅 但是随后的跟板 孙颖沙这块没有顶住 这球没有上台 第一局的比赛最终是 陈兴桐和钱天一 16比14 艰难的取胜 现在大比分1比0领先 那接下来 还是要送礼物 你们朋友请到 我们今天比赛 来 咱们这些老公子能跑吗 这种正确的比赛 这个正确的事 过去的球 现在还是去压得 这种国家 起来就起 另外你上手 如果是左手的行李 但是两天上手 第一个就是要单面了 那些全球产能 变成单面上手了 因为你中间的朋友 你过来你拉他一下 你除非把钩子里头推 你把左手他不会推的嘛 所以左手上推他 他拉一招 好 但是 如果他孩子接受的 从来也比较容易出 但是他也比较好 他也比较好 他也比较好 因为这种实际上 但是他也比较好 但是他也比较好 随意的行动 尤其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以免发生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好 我们的礼物很多 不要烧提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把 您热情的掌声 这场比赛从第一局来看 钱田一和陈信同 整个的心态 摆得还是挺正的 心态摆得比较低 所以他冲击王门玉和孙影沙 这四位选手 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 整体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 抗压能力也都比较强 通过第一局局末的这个比分 也都证明了自己的这种抗压能力 第二局的比赛 钱田一先发球 其实第一局 孙影沙和王门玉 在这种相持球的过程当中 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反而是陈信同和钱田一 在这种比较强的 对攻的情况之下 将线路率先打开了 孙影沙这板球也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出手 那常规的一个调打中路的话 对手的回球 肯定是早有防范的 所以这球在落点上 加了一些调整 接发球直接抢攻 接发球直接抢攻 估u apartment 但是我们也处理了 哎呀 打开了 这高一点 但是她们都可以打开了 还没关系 但是我可能会出太多了 我觉得大跳 是干嘛 但是我还没关系 方法 那是这个 譬如陳信彤打得稍微有一些著急 錢天一這場比賽反手的表現確實比較出色 面對王曼玉的這種進攻 錢天一的反手都能夠頂住 好球 這就是左右手的優勢 但是最後這一版的出手 王曼玉加強了自己的質量 陳信彤直接將這球防飛了 第二局的比賽比分迅速拉開 陳信彤在第二局一上來 進攻的失誤有一些偏多 孫玉莎和王曼玉第二局也加強了自己的進攻 尤其是加質量很明顯 這是這場比賽 陳信彤和錢天一組合偷的第二個長球 這球王曼玉扛到了 但是陳信彤這邊也早有防備 又是一個失誤 陳信彤在國際賽場上的混雙的成績不錯 2018年的時候獲得過兩個公開賽的混雙冠軍 分別是日本和中國兩戰公開賽的冠軍 好球 看陳信彤剛才正手的這個根板 速度非常快 銜接得很好 第二局開局主要還是 陳信彤這塊的手感下來了一些 所以失誤有一些偏多 這需要自己及時地去調整 發了一個好球 接下來孫英莎和王曼玉的這兩個發球很關鍵 王曼玉這板球看的質量太高了 直接正手看了一個回頭 雖然上一板球遭到了對手的反拉 但這板球前田一還是接發球擰拉同樣的一個落點 出現了失誤 孫英莎和王曼玉拿到了第二局的局點 這樣的話11比6 孫英莎和王曼玉搬回了一局 大比分1比1 大比分1比1 你還是要不要打你一個 他轉不轉推不出來的這種難受的時候 他是他手會挑戰的 他手會挑戰的 他是抗拐的 他手會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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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不說 你怎麼看 他手會挑戰 他手會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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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肖战指导在局修的时候 主要跟孙颖沙和王曼玉 谈到的是揭发球这方面 对于前年一和陈敬彤发的这种转不转的发球 刚才肖战指导也主要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这场比赛前两局双方是战成了1比1平 现在是关键的第三局 这个擦网球 其实王曼玉的准备是很充分的 这也体现出来了他的反应的能力 相当快 再来看一下 这白短的质量很高 孙颖沙的一个机会球没有把握住 大球的旋转非常丰富 孙颖沙在这个进台 他的反应是相当快的 动作很敏捷 你看似很多质量非常高的球 孙颖沙都能给扛回去 并且是这种反拉 不是防守而是进攻 好球 现在孙颖沙跟王曼玉感觉慢慢找到了一些节奏 也越来越有默契了 正手调打 正手调打 谢谢孙颖沙 LOL vielen 你看似ing 连续的 孫英莎和王曼玉有5比3 第三局的关键比分 陈信同和前天一3比6落后3分 马上请求了暂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陈信同这块的回摆 又一次出现了失误 其实刚才的暂停 是陈信同和前天一自己主动叫的 说明现在运动员在场上还很清醒 但是通过了一个暂停的调整之后 自己是否将心态调整过来 并且将教练的这种思想给执行下去 就今天已经进行的这三场比赛来看 运动员执行的比较一般 暂停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孙英莎和王曼玉9比3 领先6分 好球 好球 这碗球陈信同的正手的拉球 被王曼玉给反手撕到了 反手的一个反撕 这是一个机会球 但是质量有点一般 遭到了王曼玉的反手四大脚 那回摆的这个落点非常刁钻 很有艺术性 孙英莎和王曼玉 又是拿下了第三局的比赛 现在大比分2比1 领先对手 0比1落后 连班两局 这个摆短的质量相当高 从来没说就是 你手上是具有隐蔽性的 好 好 好了 我们的套战 希望 faut avec 你说 你说 姐姐 这比赛 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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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 你比赛 所有人不要再去 再去上台 你不再不去 所有人一定要下手 雙方大臣西部的军队 那就是要花 后排的朋友 后排的朋友 不要到这里等会儿 会有别的方式 好吗 好 第三局的比赛 陈静彤和前天一在中局阶段 分数掉得很快 而自己的阶段性的状态出现了问题 现在是关键的第四局球 上来的第一分 就能够看得出来 前天一和陈静彤投入了很高的专注度 还是希望将自己的进攻优势给发挥出来 正手调打的质量一般 孙永沙刚才在接发球正手调打 质量非常一般 所以被对手给反拉了 就是一个中路的常规落点 没有太多的质量作为支撑 比赛进入到第四局 这两队组合在前三板上争夺的非常激烈 这把搓长球也让对手没有想到 随后就展开了自己的进攻 陈静彤和前天一在第四局5比0 非常好的开局 你刚才的这一分球就展现出来了 陈静彤和前天一的实力 是有具备这样的实力跟对手抗衡的 所以现在对孙永沙和王曼玉也提出要求了 如果以稳为主的话 第四局很显然会受到对手的冲击 第五局有点高 最多的局务 最高的局务 现在没关键 是有的高真的 darüber担任的局务 权举回来 高伯玉也提出 最高的局务 能够数得了 好球 最高的局务 超越大 高的局务 最高的局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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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四分孙颖莎和王曼玉打得漂亮 首先从揭发球上自己开始主动加变化 尤其是王曼玉这一块 揭发球的进攻性变强了 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搭档孙颖莎随后的这个跟板 虽然遭到了对手的反拉 但是孙颖莎的回球质量也很高 连得四分 第四局的比赛 突然间又有悬念了 王曼玉的侧身正手 冲中路 5比6 刚才也是陈信彤的一个经验 因为现在没有暂停了 6比6平 第四局的比赛打得有一些跌宕起伏 开局 陈敬彤和钱天一打出了一个6比0的小高潮 那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 被对手追成了6比6平 现在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王曼玉正手又摁了一板直线 7比6 反超的这一方情绪会更高 所以现在的局面对于孙颖莎和王曼玉更有力 幸运的擦网球 网代在帮忙 但是王曼玉这球打得有一些着急 非常好的一个正手抢攻的机会 这球孙颖莎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反手去顶这条直线难度很大 对方球的质量也很高 好 这几板球五位失误还是有一些多 面对关键比分 我觉得队员在手还是比较紧 10比8这场比赛的赛点 刚才过去的这几分都是陈信彤的主动失误 这样的话11比8 孙颖沙和王曼玉又拿下了第四局 从而以大比分3比1战胜了陈信彤和钱天一 进入到了决赛会是陈梦和刘诗文 我们稍时休息